马来西亚刚刚迎接了史上第一次政权轮替后的第一个国庆日 那国庆日的两天后 今天9月2号 对马来西亚来说 也是另一个重要的社会改革运动纪念日 20年前1998年9月2号 马哈迪格属时任副首相兼财政部长安华 后来安华在吉隆坡领导当时堪称最大规模的街头示威 当晚他就被逮捕扣留 还在监牢里头被殴打 最后因为贪污以及刚交罪名 锒铛入狱 安华被革职后 国内出现了风起云涌 各族共同参与的大型群众示威 而叫人瞩目的是 这些街头反抗势力都是以马来群众为主 社会的白色恐惧第一次被破解了 我国的社会斗争运动也因此开启了历史转列点 安华被罢免催生了烈火墨西社会斗争运动 燃起了一代人的政治变革思潮 为社会运动注入了生命力 自此以后的20年里头 示威抗疫遍地开花 不管是在野党动员的群众大会 亦或是公民社会所号召的集会 烈火墨西口号 Reformacy在人潮中是此起彼落 也成为了全民嘴里的共同口号 1998年烈火墨西运动 不只是政治上的分水岭 社会运动的承先启后 烈火墨西最重要的历史意义在于 烈火迸发 拨下了社会变革的种子 而那股烈火的力量 一直延续到今天 也为20年后的马来西亚历史性变天 垫下了根基 大马首次政党轮替后的第一个国庆日 时隔20年后 马哈迪与安华再度在官方的国庆庆典 同台亮相 两人相见微笑握手的这张照片 也顿时换回了多少人的历史记忆 端马与安华两人上一次在官方国庆庆典上同台 是20年前的1998年8月31日国庆日 两天后的9月2日 马哈迪隔出安华的副首相兼财政部长职位 同月20日 安华在首都吉隆坡国家清真寺 至独立广场一带 展开了超大型集会 估计大约有20万人出席 人潮挤满了集会现场 群情沸腾之下 安华带领全场高喊 Reformacy 口号 要时任首相马哈迪马上下台 Reform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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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迪耶 Reform 大约3 Dr. 马哈迪 现在已经成功了 我感谢 今天 所有的地方 都在爱我 都在爱我 建议 土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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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視乃 土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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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tion 天 伤害 土耐 身gard 最高潮和最低潮 因为同一天晚上 安华在家中 被大约十名破门而入的 蒙面特种部队 把他从家中强行带走 并在之后以内安法令 扣补他 而自此以后 一场又一场 深受烈火墨西风潮 所影响的街头社会运动 应运而生 街头抗争 有人吃过水泡和催泪蛋 也有人为街头斗争 吞了一记又一记的井棍 因为烈火墨西的政治思潮启蒙 二十年后的今天 翻开了马来西亚变天的 历史新一夜 烈火墨西公主努努依莎 在这个国庆上载了一段视频 回忆烈火墨西 二十年前 只有十八岁的努努依莎 眼睁睁看似自己的父亲 被蒙面特警带走 二十年后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 见证并参与着 二十年烈火墨西运动的 努努 有感而发 我相信 一天后 民主的声音 一定会变成了声音 今天 我们不需要再害怕 灰别白色恐怖 也告别了 当年的街头斗争 鲁鲁推开国会殿堂大门 说了一句 烈火从未熄灭 斗争依旧在 只不过换了地方燃烧 烈火墨西 是马来文 Reformacy的中文音译 Reformacy这场要求 社会改革的运动 从1998年至今 已经有二十个年头了 刚刚大家在历史画面当中 也看到 安华他在第一次 被捕入狱之前 他在独立广场 高喊Reformacy 是要马哈迪下台 要终结他口中 马哈迪的独裁统治 然而天意弄人呀 没有人想过 马哈迪在509大选的 临门一脚 带着烈火墨西 斗争二十年的改革议程 入主不成 开启了历史性的 政党轮替 那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尽管结局 令人感到有些荒谬 但是或许就像许多 已经放下历史包袱的 烈火墨西老将所说的 历史没有回头路 我们不能回头看 我们只能够往前看 不然我们将没有办法 去修复这个国家了 有人或许认为 烈火墨西运动 在国阵倒台之后 已经画下了历史据点 但是其实 国阵倒了台之后 才是烈火墨西改革 真正实践的起点 因为烈火墨西运动 已经从20年前的 走进了20年后 今天的 西日街头抗争 走进了 今日的 不成斗争 新盟政府要如何 在当家当权 握有权力之后 来进行国家体制 与政策的改革 真正的做到 把他们过去 所主张的良政和善治 趁着他们掌权的时候 打好基础 让以后 不管是谁执政 都可以延续下去 希望联盟要如何 在这五年里头 打通那条路 将相互制衡的制度 给建立起来 即使日后 不是西盟执政 那这些机制 也不会倒退 西盟现在要做的是 如何把他们 过去20年 所酝酿的改革精神 延续深化到体制 思想 精神 以及文化层面 让烈火墨西 可以走得更长更远 让国家的制度转型 Transform 从Jalanraya的Reformacy 到Putrajaya的Transformacy 这是选民在欢庆国庆 纪念烈火墨西运动20周年 所要共同督促 以及监督的历史新任务了